你 可以吗 挺专业啊 你怎么来了 孔亮告诉我 你可能在这儿 大家都在提前默契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紧张 有鸭子 你女朋友 不是 苏妍可是去年业维组冠军 做水女朋友 都不要做她女朋友 没事 别招惹她 不是 您有什么关系人 是不是我女朋友 打拳打拳 你教我教我哪那么多废 罗言说我知道会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有这个爱好啊 我爸以前是警察 我跟你说我 我从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练了 小伙子我给时间了 陈将哥要过来 我们要赶在他提前到 好 走 走 别小瑕疵 然后其实我确实 很有压力很紧张 但是还好我觉得 都完美了 能不能换个人了 我看见他一次 希望更多的观众 可以 你轻点 对不起唐姐 我慢点 我实际毛手毛脚 那现在成功了 希望大家 能看到我认真努力的过程 接下来还有几场演出 会拿出更好的状态 面对大家 谢谢 就她还敢提演技 真可笑 她那奖是怎么来的 别人不知道 她自己还不知道吗 我觉得她自从得了奖 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还在公开场合说 你们没关系 闭嘴 就快 有的话我会公开 快 你真的会公开吗 会 来小胖 来小胖 赶紧回来补装了 快 那边还没回来呢 赶紧走走走快 快点快点快点 好 为什么要出动交代 没有及时施救的细节 第一 我热爱法律 隐瞒即亵渎 第二 生不如死时 选择死 他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以我为戒儿子 对不起 不 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 就算你有一千个 一万个理由 我也不能理解你的做法 你不能因为自己得了癌症 就变成了一个冷血无情自私的人 连一个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年的亲人 你都见死不救啊 爸 孩子 家里的东西留给你 不想看的 就扔了吧 包括你这个爹 我不要 我什么都不要 你都圈了吧 还有 爸 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描住 孩子 他 好好地生活 人生太短了 不值得忧郁 也不值得怀念人 答应我最后一个要求 我死之后 把我的骨灰 埋在妈妈身边 也因为我逃避她的时间太长了 我死后 要去赎罪 我知道 我很快就会见到妈妈了 这是我唯一有价值的事情 再见 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